人的一生是功過香雜的 個人的悲歡苦樂都是自己所造豬業的果報 並非只一種姻緣 而是眾種業緣的集聚 一時 佛在舍衛城 職舍衛城由聖光國王長管 陸也願由范思國王執政 兩國因一些矛盾交兵作戰 雙方喪亡甚為慘重 兩國關係日趨惡化 一次 范思國王統領車 馬 向 布施大軍隊王舍衛城進兵 在康丹河邊安寅渣載 聖光國王文遜 馬上率領精兵前往營敵 康丹河是橫河的一個支流 亦屬橫河流域 雙方勢力相當 難分勝負 一直僵持不下 與此同時 范思國王的王妃生下了一個非常頓重的女孩 王公上下鼓勒其名 慶賀王女的降生 聖光國王得知此事 暗想與范思國王交戰這麼久 前景不勝樂觀 敵有雙方接近退兩難 倒不如藉於此女和親來緩解兩國關係 如是決定後 他就派特使到范思國王前去求婚 祈求范思國王將剛生下的王女 許配給聖光國王做王妃 范思國王知道了聖光國王的心意後 也非常高興 心想 兩國一直作戰至今 敵有皆損失慘重 經連婚不戰而合 正好為異 便告訴來死 願與聖光國王和親 從此兩國化干戈為玉伯 成為友好聯邦 范思國王為王寧舉行了隆重的誕生儀式 取民時 因他的降生平息了戰爭 舉國時的安寧 故取名為安寧母 以牛奶 酸奶 油餅等未養長大 因范思國王遇恨南田 不久王妃又生下一個男孩 他的相貌也非常莊嚴 他們就為他取名為安寧 也用牛奶 酸奶 油餅等未養他 他入海中年花一般很快長大了 長大後 姐弟倆親密無間 好像一三奈也不願離開 因而林母已經長大 聖光國王準備將他迎娶回國 就專門派人請求范思國王 范思國王說 既然聖光國王已有此心意 那就選即日舉辦婚禮吧 詩言 長帝婚嫁多選6月4日 大家認為佛轉法輪的日子是最吉祥的日子 按照選定好的日子 聖光國王進去陸宇院迎接安寧母 回到蛇衛城後 一本國的習俗舉行了隆重的婚禮 安寧弟弟因為找不到姐姐 就問父母 姐姐哪兒去了 范思國王說 他去聖光國王那里了 安寧就鬧著要跟姐姐去 父母告訴他 你姐姐已經成家了 你去幹什麼 你是我的王子 以後要繼承王位料理國政 你是不能去的 雖在山勸主 但他能天天吵鬧非要跟姐姐去 後來聖光國王告訴范思國王 讓安寧來吧 我可以同等對待他姐弟啦的 范思國王無奈 只好將他送到蛇衛城與姐姐騰去 聖光國王叫他一些騎馬射箭等世間的武名 他全部精通無愛 可後來安寧變壞了 他做了去妓院等一百多個不如法的行為 安寧母和聖光國王再三勸導他不要這麼做 但起不到任何作用 萬般無奈 他們只好派人告訴范思國王安寧的種種行為 范思國王也三番五次地叫他回宮 告訴他 你不要如此肆意放縱 你身為王子以後要繼王位料理國政的 但安寧既不願回宮 也不聽從父王的教會 仍舊已一股行 後來 范思國王只好宣布與其脫離父子關係 而聖光國王因他行為極不如法 也把他趕出王宮 聖無一觸 他就在市井混生活 一天 他回到王宮要進宮看姐姐 但無論怎樣 范思就是不讓他進宮 他生了大聲恨心 一言不語的向宮內看 看見姐姐正和聖光國王在梁台上彈奏琵琶 這時安寧盾起殺心 拿起弓箭 張公向聖光國王射了一箭 但只是射斷了琴弦 琶琶落在地上 國王驚慌失措轉身逃跑了 聖光國王憤怒已急 心想 這個安寧居然要殺我 真該馬上把他殺了 但他畢竟是范思國王的王子 殺掉他恐范思國王不悅 應該在法庭上判案定罪 給他處理死刑 聖光國有個規定 小辯論吹兩個海螺擊中 大辯論不但吹海螺 還要雞大鼓 當時 國王就命令手下人吹海螺雞大鼓 集中是未成的大臣和所有官員 再把安寧帶來與國王辯論 當然安寧輸了 因他犯了一百多條法律 按本國的規矩給他的井上 戴上嘎巴布拉德花環 表示已判疾情 再交給兇手們 讓兇手們帶著去遊街 這時 安寧才覺得自己的行為不如法 升起了極大的後悔心 他獨自哀嚎 這個世界上有誰能來救救我呀 我等大師釋迦如來 具足無量功德和大悲心 時時刻刻關照著一切眾生的苦樂因緣 即便是大海離開波浪 佛陀對眾生的悲心散愛也不會離開的 世尊官知挑化安寧的基岩已經成熟 便注意此波去城中化園 正在遊街的安寧還遠看見的世尊 升起了極大的歡喜心 立即上前恭敬鼎禮 祈求世尊 慈悲的佛陀 能否再給我一次生命 請您救救我吧 世尊遂對兇手們說 你們不要殺他 放了他吧 兇手們為難地對世尊說 請佛陀您想一想 我們有沒有兩個頭 如果有兩個頭 我們可以放他 現在是不能放他的 世尊就告訴兇手們 我去見國王 在我未見到國王前 請你們不要殺他 兇手們答應了 世尊找到聖光國王說 大國王放了那個罪犯 不要殺他把具信心的聖光國王說 世尊 他犯了很多罪 理應處死 但如果你能射售他 他也願意出家 就可以放了他 世尊答應可以射售他 之後 世尊將他帶回金堂 給他剃渡並受戒傳法 他自己也精進修辭 很快滅進了三界輪回的煩惱 政得阿羅漢國位 使出比丘請問 世尊 安寧太子做了種種不如法的行為 臨行時世尊救了他 度他出家並使他獲證羅漢國 請為五等宣說前後姻緣 世尊告諸比丘 不但是今生我救護了他 度他出家獲證羅漢國位 而且前生我也曾救過他 使他得到了四殘五通 在很早以前 印度陸語院有威傷其國王 在他的國中有個二人 做了很多不如法的行為 後來準備把他處以死刑 凶手正準備殺他時 他心生恐懼 祈求呼喊救命 當時陸語院附近有一位大仙人 劇組五種神通 潘凱彬娜 見到他非常可憐 很想救他 二人見到大仙人就恭敬鼎禮 祈求救命 仙人讓凶手把他放了別殺他 凶手說 我們又沒有兩個頭 現在不殺他 我們辦不到仙人想去找國王商量 就叮嘱凶手 在我未找到蒼奇國王前 你們不要殺他凶手們答應了 仙人找到國王求情 國王說 如果不殺他 您必須帶他出家仙人答應了 就把二人帶到森林中 對他傳授教言 他依教修行 得了四殘五通 一者 前世有神通 今世不一定也有以太仗所必顧 像安寧前世 所以得四殘五通 但今生綁起來有結石 他還是顯不出神通 世尊告諸比丘 當時的仙人 就是憲政不提的我 二人及經安寧太子 蒼奇國王及經聖光國王 以前是在他臨行時 我救了他 使他修了四殘五通 現在也是在他臨行時 我救了他 使他贈得了究竟涅槃的羅漢國位 富士諸比丘請問 世尊已和姻緣安寧精轉生於富貴王家 身相莊嚴 佛令得度 出家獲證羅漢國位 愿為演說前後姻緣 世尊復告曰 此乃前世的願力 在閒截人生外萬歲 仁天導師 如來正等覺家業佛出世時 有一位生眾的執事員 一生為生眾是辛勤勞作 臨終時發願 為一生出家 為生眾做事 雖然沒得到什麼功德和境界 願以慈善根將來在釋迦佛出世時 令佛歡喜 出家滅盡三界煩惱 獲證阿羅漢的國位 這位執事員比丘及現在的安寧王子 因其發願力成熟故 今生在我教法下令我歡喜 出家滅盡三界煩惱 獲證阿羅漢國 歌曲 與伯公子